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言辭激烈 習近平即時傾向這種方式統一臺灣 促習近平講解實話 讓習每天都認識到 首例 意義重大 加最頂尖大學 要和華為全面脫鉤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5日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言辭激烈 習近平即時傾向這種方式統一臺灣 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今天上午就全球威脅召開聽證會 邀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 國防情報局局長柏瑞爾連妹出席作證 共和黨籍參議員史考特在會上關切中共犯臺的可能性 指習近平過去一年諸多發言 似乎都在為中國人民備戰 對此 柏瑞爾表示 習近平常年負責推動中國崛起 進入第三任期後 他的發言日益強硬 目前檯面上有不同可能犯臺的時間點 如何解讀因人而異 包括2025年 2027年 2035年以及2049年 他說 上述討論的重點是習近平已下令要解放軍做準備 但不確定是為何事或何時 國防情報局密切關注情勢 分析習近平說的每個字 海恩斯雖表示同意柏瑞爾的發言 但他指出 美國情報界評估持續顯示 習近平仍傾向以和平方式同意臺灣 但與此同時 習近平命令解放軍做好準備 提供他能在不需擔心華府干預情況下奪取臺灣的軍事選項 這將影響習近平犯臺的能力及決策 海恩斯指出 即便言辭激烈 美國情報評估仍認為 北京希望維繫美中關係穩定 以再努力縮小美中經濟科技發展差距之際 避免引發更多來自美國或其理念相近夥伴的科技限制或制裁措施 美國之音報導 臺灣主管情報工作的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身邊圍繞著與他想法一致的人 這增加了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局勢下爆發台海衝突的風險 彭博社引述蔡明彥最近在臺灣立法院備詢時的話說 要解讀習近平政府的黑箱作業 臺灣正在增強與五眼聯盟的實時情報交換 五眼聯盟是由五個英語國家組成的情報共享聯盟 成員包括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蔡明彥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在中國政治體制內不允許出現不同的聲音 她舉例說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的人事佈局都是將聽話的人安插在自己身邊 這就意味著做出錯誤決策的風險大為增加 促習近平講件實話 讓習每天都認識到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伯4日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以日本的臺灣有事論與其防衛戰略的轉變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松田康伯開宗明役指出 有事的意思是戰爭的意思 他說 塔海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它一定會波及日本 因為戰場是重疊的 地理上太近了 中共打臺灣一定會打沖繩 所以這是一個常識 但是在日本長期以來沒被討論 只有專家討論 安倍一講就產生了非常多的效應 不過松田認為 除非中共領導人嚴重誤判 短期內中共試圖武統臺灣的可能性非常低 松田分析 中共具備對臺有限動武的能力 但是得不償失 因為若中共進犯臺灣離島 可能遇到臺灣的頑強抵抗或美國的介入 國際社會可能制裁中共 中共經濟會受打擊 統一臺灣反而變得更難 即統一臺灣失敗 所以中共對臺動武的原則是速戰速決 一槍斃命 那麼為什麼中共迄今為速戰速決 松田說 現在美日臺對中共形成足夠嚇阻 中共要打破嚇阻 尚需數年 若現在犯臺 中共所需的能力 付出的代價 成本 面對的風險都太高 因此中共現在能做的是大規模軍演 不僅能宣稱勝利 而且他們拍攝的技術越來越好 松田說 美軍是實戰世界第一 日本自衛隊訓練世界第一 中共是閱兵世界第一 中共軍演有政治效應 即可給國內看 也可以嚇唬臺灣人 一舉兩得 軍事演習是實戰 實際上打臺灣的前置作為 也是大閱兵的延伸 松田認為 可能性最大的是強制性和平統一 一擊中共準備好武統臺灣的軍力 然後看美國會不會介入 也看臺灣的領導人有沒有抗壓性 若臺灣決定投降 中共即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共也可狡辯這是和平統一 於是中共以武力威嚇臺灣人 在以認知作戰宣傳美國一定不會協防臺灣 因此松田強調 戰略模糊的重點是戰略 不是模糊 正是要讓中共相信 美國一定會介入 松田認為 應該問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中共比較可能打臺灣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中共比較不可能打臺灣 這樣答案會比較清楚 他強調 兩岸戰爭是信則無 不信則有 只有備戰才能避戰 松田說 美日和盟國是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目標是以不是今天理論來促使習近平蔣介石化 一即讓習近平每天都意識到 今天不能打臺灣 就如蔣介石喊反攻大陸 最初真的是想反攻大陸 但最後淪為口號 首例 意義重大 加最頂尖大學 要和華為全面脫鉤 加拿大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之一的華鐵盧大學 正計畫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全面脫鉤 加國無憂引述英文媒體《多倫多星報》報導 花鐵盧大學研究副總裁迪恩透露 該大學將通過各種法律機制 退出條款和有關程序 徹底擺脫和華為之間的合作關係 迪恩說 花鐵盧大學多年來一直擔心和華為之間的合作 因為有傳言說 該公司受中國法律的約束 協助中共官方進行情報工作 此前 華大方面曾終止同華為開展新的合作項目 雖然加拿大政府已禁止華為涉足本國下一代5G無線網絡 但到目前為止 政府並沒有禁止本國大學和華為公司合作研究 而將這個決定權交給各大學 迪恩表示 華大同華為全面脫鉤的決定是在於聯邦機構和加拿大安全情報局進行內部審議 和進行了多次會議後做出的 這將影響該大學與華為公司在雲計算5G通信 數據管理和數據分析等多個領域的數十項合作研究 以及該大學華鐵盧華為聯合創新實驗室 該實驗室成立於2018年 由華為提供650萬元的資金建立 沃泰華大學科學 社會與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斯頓女士評論道 華鐵盧大學切斷與華為的聯繫意義重大 這表明它在認識到與華為相關的風險方面發揮著領導作用 他補充說 這些風險尤其與華為和中共軍方的密切關係有關 華為的許多員工都是軍事人員 也有與軍事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合作 約翰斯頓還表示 華鐵盧大學作為研究領導者的地位開創了一個先例 其他加拿大大學將面臨公眾壓力 不得不效仿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 阿波羅網報導 罷工勝利了 美團向其手妥協 不願讓外界知曉 網路沸騰 習近平讚大學生自找苦吃 分析稱不祥之兆 楊了衝上微博熱搜榜首 五一假期未過完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在日本欄的文化開場 一堅 觀看 一堆一堆 緊張 您在《乾淨世界》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 一起進入